虚布底他的解空第一的 所以他说空或者是体悟空 都很殊胜的 父子 经说有三种子 一 不随顺生 就是一般我们俗话说的不孝子 第二 随顺生 第三 胜 生 我们对照角柱四十九 杂含八百七十四经 这边有提到三种子 第一个 随生子 这就是对应随顺生 再来 胜生子就是对应胜生 还有下生子就是对应不随顺生 什么是随生子呢 比如父母亲他持守五戒 小孩子也是一样受持五戒 这个叫做随顺生 什么叫胜生子呢 比如父母亲不受持五戒 而小孩子能够受持五戒 就比父母更加的殊胜 这个叫做胜生 也就是清出于懒 胜于懒的意思 下生子就是不随顺生 就是父母受持五戒 可是小孩子却不能够受持五戒 这个名为下生子 经有提到三种子 世间的人当然希望他的小孩子 是有两类 一个是随顺生 起码跟他一样 再来也希望小孩子的成就 比自己更加的殊胜 所以世间希望得到两类的小孩 一个是随顺子 一个圣子 而佛法中 只有希望有一种随顺生 为什么没有圣子呢 因为没有人比佛更超越的 你怎么可能比佛更超越 顶多跟佛一样 他就是随顺 所以这样徐佛提 随佛生 再来佛子有五 皆从口生法生 那这个五个佛子是什么 就是下面所提到的 诸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的圣者 还有入法位菩萨 就是入正性离生 的菩萨 入正性离生 如卷二十七 那边提到 比如说得五生法人 这是入法位的菩萨 所以生闻四果 还有入法位的菩萨 这是名为佛子 五个佛子 那这五佛子 皆从佛口而生 是从法生 那从佛口生 如果大家对照 杂含五百零一经 那边是这么说 佛子从佛口生 从法化生 得佛法分 或者是得法余才 就是得法才 那这里讲从佛口生 在音顺导师的永光集 一百五十七月到一百五十八月 那边是做以下这样的解说 说这些圣果是弟子 不管是生闻或者菩萨 他们是听闻佛口所说 听闻佛口所说的法 而依法修学修正而得 是从佛那边得到的法才 也就以智慧而证误 并不是像世间人那边那样子 只是从父亲得到世间的财产而已 佛子是得法才 并不是世间人得钱财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 是从佛口生 不要想象是说从佛的嘴巴生出来 那是听闻佛的开示说法 而悟道 这叫从佛口生 还有从法化生 那大家或许会觉得奇怪 那为什么没有必知佛呢 底下就解释了 必知佛 虽然佛法中重因缘 但是他是在没有佛出世的时候 才证过 所以叫独觉 不能够说从佛口生 所以在其他经文也提到 必知佛并不是完全无私之物 他过去生 也有在佛或者菩萨那边 听闻过佛法 种下一个远因缘 那之后 正果的时候 没有佛出世 所以叫必知佛 叫独觉 所以因缘远故 因缘远的意思就是 在很早很早之前 他其实也是听闻过佛的开示 只不过理得太久了 现在在没有佛出世的时候 才证悟 所以不说从佛口生 那虚伯离随佛生 主要是因为他漏尽的缘故 诸漏尽者是随顺生 虚伯离于漏尽中 漏尽就是断尽一些烦恼 漏是烦恼的别名 常好要必尽空 是随顺生 可以故 所行法不可破坏 如虚空 佛法如四相 佛法是这样子 不可破坏 如虚空 虚伯离提悟这样的必尽空 四面随佛生 四面随佛生 散洪